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不知道您的头发有多长 不过估计比不了下面要出场的这20位女子 她们是第三届全国长发风采大赛的决赛选手 昨天在宁波振海进行了决赛 其中最小的选手年仅9岁 而头发最长的足足有3米35 进入决赛的20名长发女子当中一半来自省外 天津的冯婉是上一届比赛中头发最长的选手 今年她的头发已经长到3.35米了 顺利缠连了冠军 一开始是挺喜欢从小的时候 然后到后来越来越大 然后自己也感觉挺喜欢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中方理性的一个美 陈诺是决赛中年纪最小的只有9岁 但是头发的长度却是很多成年人都比不上 我有1米19 我从一周岁开始养的 看到那么多的长发女孩观众们都是嘖嘖称奇 不过选手们自己也表示 养那么长的头发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而最不容易的就是洗头了 般来说加两个小时才能干 那么长的头发怎样保养 选手们的建议是 首先不能用质量差的洗发水 其次多吃一些黑芝麻 核桃 偶尔用茶树油之类的擦一下 都能起到保养头发的作用 明波电视台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